水上摩托车即使在淹水的马路上 还有民众很客虎的在水中骑着脚踏车缓慢前行 澳洲西南威尔斯州连日来豪雨不断导致严重洪灾 大批民众被迫紧急撤离各地也陆续传出惨重灾情 提供雪梨用水的瓦拉甘巴大坝三十年来首度发生满意 多处河流水位达到六十年以来的新高 雪梨西部陆续有民众撤离 当地政府针对水患的严重程度也不断上修 我从来不见一百米的热水 我们过去过夜 它过夜 所以我们昨晚去睡觉 这都是绿泥 目前初步的灾情损失已经达到十亿澳币 气象局预测在雪梨一带的豪雨天气可能持续到周三 而北部的拜伦湾还有昆士兰东南部大雨会下到星期四 淹水的严重程度以及范围都有可能会再扩大